7月12号跟13号就是去了两天嘛 第五人格的活动 对 第五人格 这上面所有的这些周边你都买了吗 对 除了这三个 其他全部都all in了 对 还有这个 这个因为我昨天 第一天我买过了 一共买了多少钱 就一共买了2544 小孙告诉记者 89年前第五人格游戏刚开测试服时 他就入康成了死忠粉 几个月前他从游戏官方微博了解到 7月12号到14号 第五人格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一场心跳游园会 为了买到心仪的游戏周边 小孙下了血本 因为他那个每天只限量3000张门票 我为了去两天 我是闲鱼上找了带拍 专门加钱找人拍到的 哇 就是特别喜欢这个 对 就是喜欢游戏啊 就是我就是他们说的那种成一档 就是每一个都会买一个的 我是早上4点钟起床去排这个 为了买到周边 去排这个 然后就是排到11点钟才知道我 哦 就为了这几个 对 支付记录显示 小孙7月12号买周边时 用支付宝支付了2591元 13号上午11点34分左右 又用微信扫码支付了2544元 13号在游园会现场买周边付钱时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当时看到这是一个个人的收款码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来的是网易官方举办的活动 但是他看到一个个人的收款码 然后我当时还专门备注了第五人格 新跳游园会付款 一开始他是不同意给我开发票 他说你要找到网易的官方 向他们去申请开发票 那我就说 我说那你这个活动都办到第二天了 你还这样子的话 那我要找税务局去举报了 他那个时候说他去打电话 问一下他上级 他这个时候打了个电话 然后他就是说他加我的微信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7月13号上午11点34分 小孙加了对方好友 并发去了开票信息和联系方式 到了19号下午4点22分 小孙询问开票进度 消息被对方拒收了 我发现我被他拉黑了 我想问一下 网易这么大一个公司 会让一个兼职的收款码 放在他们那个官方的收款码上面 不可能的事情 小孙表示被拉黑后一直在找游戏客服 官网微博等渠道反应情况 但一直投诉无门 我不知道是为了防止我举报还是什么样 反正现在拉黑这个情况就很奇怪 因为我没做错任何事情 我只是想要开一张发票 因为我联系了网易 也联系了那个第五人格 记者反映给了第五人格游戏的公关部门 对方回复说 购买周边的发票已经通过邮箱发给了小孙 确实存在一些流程不完善的地方 引发了误会 他们十分抱歉 也会继续完善相关流程 查阅发票信息后 记者发现 这张发票是在记者向游戏公司反映情况前 刚刚开局的 票面上的销售方为 杭州秘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小孙表示 他把自己的经历做成视频 分享到了网上 不少网友说是有类似的遭遇 都是网易的第五人格的游戏 就是另外一场线下活动 小红书别的用户留言说 他之前深渊线下的时候 也是用个人收款 无非就是他那个收款的名字不一样 就是说因为我转到的是个人的 不是网易他们官方或者公司账户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说 这个是他不开发票 第五人格方面后来进一步回复 现场周边售卖活动 是由第三方合作方负责 后续将完善第三方合作商相关流程 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 工作人员还转来了 杭州秘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负责人的书面回复 也说这是因流程安排 引起的误会 表达了歉意和对流程的改进措施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